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3日 我們來看看市方面 市方面上升的板塊 都有些細小的東西 例如零售、煤炭、中標珠寶 交通設施等東西 唯一比較大部分的就是地產、綜合企業 看這些東西 始終一個是重要的板塊 銀行還是在下跌、下裂的 汽車也屬於下跌的 因此如果我們看到有汽車 有銀行 還有醫療、半導體這些 都是在下跌的話 我們就找得到 基本上這個跌 都是挺有實力的跌